我最喜欢的冰雪运动就是滑雪 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特别激动 我对其他三位音乐人并不是很了解 我今天来到滑雪场主要想 踩一点这个踩雪的声音 然后把这个声音想加入到我的音乐里 我对这次合作特别期待这个点 就是我们特别跨度比较大 一位是一个冰稿楼的音乐人 一位是意大利的音乐人 一个是刘伟老师 然后一个是我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我特别期待 我在这第一棒的这个任务里 想展现我们民族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声音 和传统的一些乐器的一些声音 就融入到我的这个音乐作品里面 展现给全世界 因为这是我们冬奥的一个曲子 然后我就想尽量把我们这个 我们中国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个声音 想展现给全世界了 特别想办 这个东西跟这个现代的一些声音 特别潮流或者是特别时尚的一些 这个声音集合起来 我觉得这样产生出来的声音 就特别酷了 这个是钢琴 一个是钢琴 一个是那个 这个是铃铛的那种 这个是铃铛的那种 我尝试这个给哪个音色好的 在音色上面的融合稍微有一些难度 这首曲子或这是把东奥我心里边想的一个颜色就是蓝色 拍一个照 特别像一个冰雪女王是吧 好看 好 好 谢谢 买了一个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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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八音盒的这种音乐特别适合就下雪的时候听 就感觉特别浪漫 然后又特别梦幻的那种感觉 特别有氛围感这个 特别有氛围感这个 这个彩雪的声音 搭着搭着那个 搭着搭着 然后是钢琴 然后是 我觉得第一棒 我应该尽量把我们自己民族 就中国特色的一些乐器 跟这个电子音乐和和声器的音色结合起来展现给大家 这次画面的电子被决定了 在这个电子里面的电子里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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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